親共媒體大公報斗大標題 寫下婉轉台灣 學動聽令讀元洋 還配上偷拍照片 裡頭的主角 就是香港學生動員的召集人 鍾汗玲 去年一月 港督組織成員來台旅遊 卻被人偷拍跟肩 登上大公報還有文匯報 而前香港民主黨支部副主席 楊躍清以及他的先生 知名香港政治評論家 林寶華也在其中 除了楊躍清夫婦外 當天見面的人 還有平面媒體記者 一起去了國使館參觀 被偷拍 氣得提告防害秘密 被檢追查 發現照片來源 竟然是一桶真信社 以每天兩萬元的價格 負責跟拍五天行程 而委託他們的人 則是一名香港僑生 個人網站上的照片 看起來相當稚嫩 來台就讀福大心理系 還曾經寫下 覺得最有趣的職業 就是私家偵探 他工程偷拍 是老闆指示 楊躍清認為整起事件都是有計畫性 可以想讓港獨分子來台與他們見面被拍下 不過針對防害秘密 北檢認為都是在公共場所拍攝 不屬於非公開活動不起訴 但也痛批涉案被告 為了外國勢力 在臺蒐集 國人行蹤 是貪圖小利 貴虎作償 夏天新聞 張仲晨 李宇景 台北報導